好 我們現在請段一康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做了一天 也聽了一天的發言 我心裡面非常的沉重跟痛苦 我必須不客氣的說 我聽到的發言裡面 包括行政部門的答覆 有許多是厚顏無恥 有許多毫無羞恥心 一點點的羞愧都沒有 各位 這個條例值得檢討的地方一定會有 這個條例提出來就是讓大家討論 轉型正義當然複雜 轉型正義不可能輕鬆 但是我們不能了解的 是作為轉型正義 那個不義的加害者在政治上的繼承人 包括行政部門 包括政黨 居然可以在這個地方毫無羞恥心 左一句警走 右一句東場 什麼叫做警走 居然可以說這個叫做複製白色恐怖 什麼叫做白色恐怖 沒有任何一個人 表現出一點點的羞殘 沒有任何一個人 表現出一點點的抱歉 國民黨的朋友遇到說 有人要提特色 就說他認罪了嗎 為什麼要特色 我要請問 他認罪了嗎 那個加害者認罪了嗎 那個加害者即使不在 這個社會的公義恢復了嗎 我給各位看幾個故事 這幾個故事 通通都是新聞界的一部分 這個故事 每一位都是外省人 這些故事 有一些是先父的朋友 我母親在1946年 到台灣的時候12歲 先父在1947年 到台灣的時候19歲 我父親在新聞界工作 在報社工作 還有我從小的生活的環境 就是跟這些記者的波波叔叔在一起 有很多人的故事 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從小就看到這些故事 我從我最熟的人開始跟大家做說明 第一位 林克明是公論報的採訪組的副主任 他後來被判刑十年 他後來被判刑十年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1971年被逮捕 是因為 情治單位以他就讀中學期間 曾經閱讀佐寢書籍 參與讀書會 他的太太 曾經參加佐寢話劇社 遭到管訓 而且匪黨分子 其實曾經寄證反動書刊 來給他們 所以被判刑十年 林克明先生跟他的夫人已經過世了 她是我從小的鄰居 林克明的大女兒叫做林景如 各位如果關心台灣的劇團的發展 知道林景如是台灣最有名的 舞台劇的服裝設計師 是我們國家文藝獎的得主 林克明有一個兒子 是我們民生報有名的攝影記者叫林少妍 我不曉得各位聽過沒有 林少妍的夫人 是我們中正文化中心的前藝術總監 叫做平衡 就因為 早年曾經參加過 讀書會閱讀佐寢書籍 就是她的罪名 被判刑十年 第二位 田士林跟姚涵嫣 我曾經講過這個故事 在民國42年1953年 田士林是智力晚報的記者 國慶日寫了一篇國慶花絮 登在智力晚報 當天的智力晚報的第四版 說有一個男人啊 男生啊 那個時候國慶閱兵 看到一個女生 看得出神了 結果另外她的朋友拍了她的肩膀說 你看到了沒有 她以為她在問說有沒有看到那個女生 她臉就紅了 因為她不好意思 結果她那個朋友在問她說 你有沒有看到台上的蔣總統 她寫了這樣一個花絮 她因為這樣 被裁定感化 教育三年 在關在土城 第四版 這編輯叫姚寒煙 同樣被裁定感化 田士林的兒子 叫做田欣是前台北市議員 田士林的告別式我去參加 但是姚寒煙 從她被關出來之後 我很小的時候見過這位姚波波 她那時候已經是和尚了 她為什麼當和尚 因為她被關出來之後她找不到工作 她不曉得怎麼繼續的生活 她就把她的頭剔了 當和尚到處掛單畫園 最後平病交加 不曉得死在哪一年 第三位 王妍精 王妍精的故事非常的 可憐 她是經濟時報的主筆 她後來被檢舉 是因為她在跟她的屬下 在聊天的時候 她說 我曾經在上海淪陷之後 到北平跟周恩來見過面 那個時候 被任命為人民銀行的顧問 就跟她的部署聊了天 就這樣 就被檢舉了 就只有這樣的一個罪名 叫做參加判亂組織 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第四位 叫做徐漢波 徐漢波的公子是東吳大學歷史系的教授 叫做徐鴻 徐漢波 在新生社擔任董事會的秘書 她後來被檢舉 她是福建人 這每一位都是外省人 林克明是福建人 田士林是 田士林是 河北 姚漢燕是浙江 王延金是江蘇 徐漢波是福建 她的罪名是參加 民族解放先鋒隊 在抗戰時期 組織讀書會 閱讀匪書 來台灣之後 沒有登記自首 軍事法庭認定參加判亂組織罪名 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徐漢波因為他沒有自首 往下一位叫做童尚精 童尚精去自首 童尚精是新生報的副總編輯 她是台灣童書的先鋒 各位可以去Google童尚精這個名字 童尚精的筆名叫做童長 童尚精 童尚精 她自首 她被這個新生報的安全室的人 帶去跟調查局自首 在1970年的5月18號 就被調查局帶走了 一年半 她的家人沒有她的消息 一年半之後 她的家人才接到她的家書 她被調查局關了一年半 沒有經過任何的審判 一年半之後 被帶到軍法處的看守所 在1972年 有沒有審判 有的 經過了一審審判 我跟大家說她的 她這個800多天喔 都是單獨監禁 沒有桌椅 關了800多天 她在調查局的一年半 每天被刑囚 這個最後呢 起訴書怎麼起訴的 我唸給大家聽一段 主編新生報復刊的時候 在民國55年10月中旬 全國正在籌備慶祝總統華旦的時候 你登了一篇文章說 10月31日是鬼節 為什麼呢 因為是萬聖節 說是鬼節 舞衊總統 你刊登綠島服刑人之投稿 因為他編新生報復刊的時候 常常要給綠島的政治受難者 寫文章來他會刊登 以變相資助政治犯 你舉辦理想丈夫 理想夫人 兄弟姐妹 這些真文 企圖用親情來衝淡民眾 反攻大陸的士氣 你舉辦寫債的真文 要挑起於日本的民族仇恨 離間我與友邦之感情 你擔任新生報資料室主任時 購買觀察展望等查境刊物 衛匪宣傳提供情報 給在台潛伏匪諜 你還購買了盧騷懺錄 少年維特的煩惱這些書 影響社會人心 等等這些罪名 最後一審判決死刑 沒有經過二審 在1972年的8月26日 他被槍決 這個是同上經 崔小平 各位不要以為黨營事業就沒有事了 崔小平是那個時候的廣播界的天后 是我父親認識的新聞界的前輩 崔小平被判 被抓 被警總抓 他是匪諜 說他是匪諜 只憑一封從中國大陸來的家書 1968年 開始被關 一審判無期徒刑 二審判了14年 1968年 關了之後 還好後來蔣介石死掉了 那時候被減刑 1977年放出來 關了9年 放出來之後找不到工作 各位可以講得很輕鬆 說轉型正義 台灣的轉型正義 讓人滿意 這是您的說法 這些人 他們不管有沒有家屬 他們不管現在他們的家人支持哪一個政黨 這都與今天我們要討論 毫不相干 我們憑什麼在這邊講 說台灣現在已經是民主社會了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情來證明 我們的轉型正義是下話 我們的總統每一年的2月28日 在總統府後面 的新公園現在叫做228公園 參加228的紀念追思會 我們廖執行長對不對 然後2月28日之後過了一個月 就去慈湖 率領文武官員在那邊獻花 有時候還要哭 去調念那個造成228 造成我們今天在那邊講的白色恐怖 那個最該負責的人 然後再過三個月 7月15號 到總統府前面的介受公園 有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 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再拜一次追思會 各位 去追思那個三個月前 去行李去那邊哭的 那個人造成的 受難者 各位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當一個人殺死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大家說 這個人要判死刑 這個人要判死刑 當一個人殺死千萬人的時候 當一個人造成多少家庭的不幸 我們蓋了一個全國最大的廟來紀念他 我們弄了一個全國最大的銅像來紀念他 每一年總統 要率領文武官員去那邊獻花 你告訴我 說轉型正義 這叫轉型正義嗎 這是半吊子 這是虛情假義 這是欺騙社會 這是左右逢源 這是騙神騙鬼的轉型正義 然後我們今天 作為這個人 的繼承人 在政治上的繼承者 我不管你加入這個政黨多久 我不管你在白色恐怖的時候 你出色沒有 居然可以在這個地方 大言不慘 厚言無恥 告訴我們說 今天 我們希望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 是叫做政治鬥爭 什麼叫做政治鬥爭 這些人的家人呢 即便你沒有受害 在那幾十年的時間 你的言論被禁錮 你的思想被威脅 你有話不敢講 你連對他們同情 都不敢說 當我的父親遇到 他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敢講一句話嗎 他是報社的主管 他敢主持公道嗎 對不起通通沒有 在那個時候不管你有沒有被關 你都是受害者 在那個時候即便你在那個威權體制之下 你被迫來參與那個行動 你都是受害者 我們今天所要求的 並不是要把誰定罪 並不是要把誰的墳刨出來 不 但是至少這些事實要被呈現 我們至少要求 說大家知道是誰有罪 這才叫做公道 套一句我們國民黨的朋友常常講的話 至少要認罪才能被赦免啊 居然現在遇到要來追究這個罪責的時候 會變成叫做政治鬥爭 正因為今天聽到了這些發言 我們就可以斷定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在台灣如果要講轉型正義 已經有成果 是一個令人難過的笑話 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絕大的諷刺的言論 真的很讓人難過 我占了比較多的時間 我也沒有讓行政部門上來講話 我認為他們根本沒有資格上來講話 他們從來沒有表示歉意 從來沒有認真的悔改 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說即便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作為這個政黨的一份子 我有責任 所以我先跟大家致歉 至少說對不起 在這邊要發言的時候 對不起 我曾經是那個政 那個政黨造成台灣人民 無論是哪一個省級 在那段時間 外省人 所有的數字 從35%到45% 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 你還原到人口的比例 這個比例甚至比我們本省人還要多 超越族群的被害 在這一天 包括行政部門 包括各個 我們國民黨的同事們 哪一位表示歉意 哪一位表示遺憾 哪一位表示說 是我們國民黨造成的 對不起沒有 讓人很難過 好我們謝謝段一康委員 這麼令人動容的演說 我也曾經代表過228家屬 告過國民黨 這個在司法的程序當中一事無成 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也替我們的司法感到非常的羞愧 謝謝 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柯建民委員 柯建民委員 柯建民委員不在 姚文志委員 姚文志委員 姚文志委員不在 我們最後這個 他不在 好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以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 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基本會 委員 劉世芳 林俊憲 姚文志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然後法務部 的資料送來了嗎 法務部告訴我1點鐘要送來 你們以為我忘記了嗎 為什麼 早上來跟我說1點 現在要說5點 是5點嗎 來跟我講的時候 你有跟在旁邊嗎 他跟我說1點 我有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到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接受5點 我在這邊會做到5點 本案令定期繼續討論 現在散會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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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